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 今天我们谈一下 皈依 为什么要皈依 因为我看到很多师兄的留言都在问 我一定要皈依吗 在家可不可以皈依 还有的朋友问 动物可以皈依吗 如何给动物皈依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寺院都不开 美法皈依的朋友可以跟着老法师做一下三皈依 最后的时候会附上一个视频 所以我们今天就每一个问题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三宝就是佛 法 僧 信仰佛教必须三宝具足 佛宝是指以修行而致福德 智慧 圆满究竟的人 法宝是指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道理 三宝是指正在修学佛法 并协助他人 修学佛法 护持众生修学佛法的人 唯有三宝齐备才是完整的佛教 如果不经过三宝的仪式 学佛 念佛 当然是也可以的 但是呢 你皈依三宝后 无论你在心态上 生活上 学习 修习佛法等各个方面 你都会有善知识 诸佛护念 护法天龙来协助 加持你 所以意愿薄弱 信心不足的人 如果皈依了三宝后呢 就会增加你的意志和念佛的信心 有人问 一定要皈依三宝吗 有的朋友回答说 信佛只要新成 何必一定要皈依呢 这种观念 乍听上去是有道理的 其实呢 是不合要求 比如 我们作为一个学生 首先要办理 注册陆学的手续 否则的话 你校中是没有你的学籍 即使你就是旁听 学校也不会发给你毕业证 因为你没有注册 你没有名字 你要取得从小学 初中 高中 甚至一直到大学 到博士 你一定是要经过一个过程 你如果连小学都没有进入 怎么可能直接发给你一个博士毕业证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因此 如果要信佛 应从皈依三宝入手 皈依三宝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如果你不走第一步 你怎么可能走出第二步 第三步 从出生到学习做人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皈依三宝就是路佛 信佛的第一步 佛教不舍一切众生 故对请求皈依者的尺度放的也特别的宽大 六道众生 除了地狱之中受苦太大太多 没有办法皈依三宝以外 其余的无论人 天 神 鬼 处 只要发心皈依 佛教无不接受 佛教的路门槛是很低的 你只要皈依三宝了 你就是我们的佛弟子了 皈依并不是口头上的 然后说我已经皈依三宝了 我就是佛弟子了 就有护法神来保佑我了 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 其实真正的皈依 是要从我们的真心去修界定慧 把贪嗔痴放下 这才是真正的皈依 要让我们的身心都像佛菩萨一样 你的一言一行 都在无时无刻着 想着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所以你每天的行住坐卧 每天的起心动念 想到你是不是真正做到 这个佛的境界了 无时无刻 有佛的影子 伴随着你 这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三皈依 你就有36位护法神 日夜保护着你 你不会遇到灾难 只是说我皈依三宝了 我就万事大吉了 佛菩萨就来保佑我了 护法神天天在我身边 我造恶也不怕了 其实这个就是很愚蠢的想法 是绝对不可以的 如果你不是真的三皈依 护法神是不会来保护你的 真的持戒 才有护法神的保护 不是说你受了戒 就有戒神 受了三皈就有护法神 没有这个道理 这些你一定我们都要搞明白 搞清楚 这个绝对不是迷信 有的人问 我自己还没有皈依 可不可以跟小动物皈依呢 小动物可以皈依三宝吗 老法师开始说 是可以的 只要你懂得这个方法 你有这个心 我自己还没有三皈依 也可以给鬼神皈依 可以给小动物皈依 三皈依的这个剂子 给我们现在念的三皈依咒是不一样的 应该给他们念 皈依佛 不躲地狱 归一法 不躲恶鬼 归一僧 不躲旁生 重复念三遍 然后念佛号 回向给他们就可以了 劝他 跟着一起念佛 求生净土 对一切动物 对一切动物 都用这样的三皈依 所以无论是植物 天神 鬼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给他们做三皈依 现在就奉劝 没有皈依的朋友 都来皈依三宝吧 这样你就必能得到 所有的真实利益 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 下面就是老法师视频 有很多没有皈依的朋友 可以跟着静虹老法师 做一个在家的三皈依的仪式 你就可以成为佛弟子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应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失 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 身心因果 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我先简单的 把这个皈依的意义 告诉大家 皈是回皈 是回头 依是依靠 那么在以往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家屋 都是依自己的烦恼吸气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造业了 起心动念呢 言语造作都是一 造业 我们从这里回过头来 从今之后 放下我们的成见 放下自己的想法 看法 做法 我们依靠佛陀的教诲 依靠经典 佛陀的教诲 我们的思想 见解 言行 都要跟经典相应 这就叫依靠了 这就是真正皈依了 如果不是这样 那只有皈依的形式 没有皈依的实质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皈依是皈依三宝 不是皈依一个法师 皈依一个法师 那就错了 那我们这个法师跟法师之间都对立了 这一家一家都分党派了 这一分党派就破活活生 这个罪是多阿比迪欲 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 那么我只是 你们给你们做皈依呢 我这僧团里面一个代表 为你们这个传授三皈 这个皈依的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绝对不是皈依某一个人 这个一定要清楚 那么我给诸位的皈依证 是三皈依证明 二十里 很写得很清楚 所以以后人家要问你们 你们皈依某一个法师 你不要说法师 说法师是错误的 我们皈依佛法身三宝 佛法身呢 也要有个代表 没有代表就很空洞 那皈依佛 我们皈依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皈依 释迦摩尼佛呢 释迦摩尼佛叫我们皈依阿弥陀佛 我们听话了 这个一定要懂得 皈依法 法是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经 我们以这两部经为我们的依靠 归一身 身是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他们是身宝的代表 这就决定不错了 好 现在跟我念诗词 阿弥陀佛寸念 阿弥陀佛寸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 归以佛陀 两祖中尊 归以大摩 归以大摩 利欲中尊 归以身邪 注重中尊 向佛相依问语 再念第二遍 阿弥陀佛寸念 阿弥陀佛寸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 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 归以佛陀 归以佛陀 两祖中尊 归以大摩 利欲中尊 归以身邪 注重中尊 好 向佛相依问语 念第三遍 阿弥陀佛寸念 阿弥陀佛寸念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 乃至命存 归以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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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祖中尊 归以大摩 归以大摩 利欲中尊 归以身邪 注重中尊 好 向佛相依 三文训 离 三文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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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离 好 向佛相依 好 向佛相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